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近來是勤走基層來拚陸戰 那今天上午他是跨海來到了金門 第一站來到金門的東門市場 這邊來掃接拜票跟金門相親互動 可以看到有民眾看到柯文哲 是很興奮的上前要求合照 不過其實近來關於這個 總統大選的民調 三立準民調出爐 這邊賴銷配是34.7% 侯康配28.8% 都是上升了一個趨勢 只有柯銀配下滑21.2% 對此柯文哲有最新回憶一起來聽 可以聽到柯文哲在前一天 接受專訪時候被問到說九二共識 他說這個已經被污名化了 那至於是要換什麼樣的新名詞 柯文哲強調說這個必須 需要台灣跟中國雙方來協商溝通